只见穆斯林光顾洗衣店事件,华人躺着都中枪。脑残的伊斯兰消费者协会主席,吃了豹子胆。竟敢跟柔佛苏丹唱反调。大大力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虽然柔佛苏丹伊布拉辛公开训斥马坡洗衣店只招待穆斯林顾客的做法,但大马伊斯兰消费者协会主席拿都纳晋佐汉依然捍卫洗衣店业者,认为该课题被非穆斯林小题大做。 他向自由今日大马指出,有部分由华裔经营的公司,也曾被投诉拒绝聘请非华裔的员工。 举个例子,有些地方只雇佣华裔。 他认为,人们应以开放的态度来看待麻坡直线穆斯林光顾的洗衣店事件。 我不相信店主是为了伤害任何人才这么做,因为他了解伊斯兰。 纳晋说,对他而言,该事件并没有存在任何问题,应以正确的方式接受他。 他也说,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 我们应该有开放态度,如果是我,我会光顾那洗衣店,因为我想要干净,若他人选择不去,那则是他们的权利。 就在今天,随着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和柔佛二王子天猛攻东姑伊德利斯开生,麻坡仅限穆斯林的赐助洗衣店也者,今日尚无疑将亲善穆斯林告示牌撤下。 记者金早智电业者卡玛·鲁尼战,他表示,他经听取陛下的预令,金早已将放在电前中央的告示牌移开,即日起,重新开放各族光顾。 在昨天,柔佛州苏丹伊布拉辛下令麻坡专属穆斯林的洗衣店,即刻停止歧视的做法,否则将可能被苏丹勒令关闭。 我不能接受这样无理的做法。 这是柔佛州,属于所有柔佛人,也属于所有种族和宗教人士。 这是一个进步,现代和中庸的州属。 这里不是塔利班,身为柔州伊斯兰的最高领袖,我认为这个行文完全不可被接受,因为这是极端的。 殿下也说,他已经吩咐柔州伊斯兰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都穆达利,宗教理事会,以及县议会调查此事。 并已经和柔州宗教司纳都莫哈莫塔利,及掌管伊斯兰事务的柔州行政议员阿都穆达利针对此事进行讨论。 我要店主向我和柔州子民道歉。 他让柔佛人感到生气和尴尬,因为这不是我们要的柔佛州。 该名业主已经违背了柔州团结、和谐、中庸及宽容的愿景。 如果他执意执行专属穆斯林的做法,他可以离开柔佛。 我建议他可以在阿富汗开店。 他的想法有问题而且违背了柔州的所有立场。 另外,店下也说他和他的家人对该洗衣店老板的行为感到深深震惊,并表示如果不阻止类似行为,将会导致更多滥用伊斯兰名义的狭外思想。 网络自上星期起流传的一张洗衣店展示只开放给穆斯林告示的照片。 店下表示,有关业主一开始展示了穆斯林专属的告示,而后再以穆斯林友善、Muslim、Friendly的告示取代。 不要自以为是,那是一样的。店主需要清理,他的脑袋。 我要制止类似的极端主义。在我的州属极端主义无法生存。 我们为柔佛人的身份感到自豪,我也要知道有关系店业主到底是从哪里学习伊斯兰教义。 伊斯兰教导信徒要宽容和尊重别人的信仰。 殿下表示,他对日益激化的宗教极端主义感到担心,他说只要衣着适当,柔州的清真寺开放给所有非穆斯林,他无法想象为什么非穆斯林要被禁止进入清真寺。 我很好奇洗衣店业主如果到了国外,是在哪里洗的?他是否意味着只有穆斯林的衣服是干净的,而非穆斯林的就是不净的?我想这是他的意思。 从现在起,我将指示柔州所有理事会撤销所有执行类似歧视做法的业者。 别以你狭隘的偏见来胡搞。 殿下也补充,他无法对这样的课题保持沉默,如果这被允许,接下来我们就会有区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得势。 殿下强调他也不准许其他种族展开类似做法。 另一方面,柔佛州二王子东孤伊德利斯也透过其Instagram对此事感到沮丧,并写道,这是真的吗?我震惊了。 新闻摘自新报。马上转发。